明星的葬礼都少不了人参加 而史上却有这几位的葬礼 不只是人多可以形容的 舞王迈克尔杰克逊 他的成就是很多舞者都比不上的 舞蹈界有很多的舞者 把他当做了自己的榜样 而他的葬礼可谓是最隆重的一个 在他的时代 粉丝数几十万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而在迈克尔杰克逊的葬礼上 就出现了七十多案的庞大队伍 那就是他的粉丝团 而在他的葬礼进行的时候 粉丝们不停的哭喊 纷纷想要扑过去 但都被保安给清了一条路出来 光是保安就请了近四十位 现场还有不少粉丝试图自杀 但都被拦了下来 场面可以说是很庞大 李小龙当年的他和其的威风 大家也都以他为荣 趁他为国人的榜样 但是年纪轻轻他却取逝了 病葬在了美国 尽管路途很遥远 但仍有几万人不远万里复往美国 只为了那一场离别 而他的粉丝也都默默地为他哀悼 大家也都为他的视权感到惋惜 三 刘家良说起荡力壮大 刘家良也不遑多让 他乃是大兴出身 他本身的成就让众多人佩服 他的父亲也是林世荣的弟子 说起林世荣就要提一句 著名的黄飞红就是他的老师 可以想象 刘家良这雄厚的家庭背景 以及他自身的实力 是被多少敬佩的 而他与圈内众多知名的大兴都结为兄弟 关系更是好得不得了 他们下的徒弟也是多得数不清 就在他葬礼的那一天 拳拳的打星几乎全部到场 各个大佬也纷纷见神 场面可谓是轰动了一时 三 梅艳芳儿上面说 这三位都是男性 那么难道就没有一个女性演员 有如此殊荣吗 当然是有的 而且还不止一个 著名的歌星梅艳芳 想必大家都知道的 当初他在歌坛的荣耀 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 他与圈内众多的大佬都是好朋友 做了一个名正义方的人物 他的葬礼比起前三位 自然也是差不了多少的 成龙 牛德华 梁朝伟等人 纷纷为了他到场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一脸愁容 可见他们的交情至神 四 陈明宇作为一个旧时期影后代表的他 出演了无数部作品 美丽的面庞和动人的身姿 更是吸引了很多的人 据说他的葬礼那天 街道上人群拥挤 哪怕交警在场也没有疏通完全 他的吸引力和粉丝量更是大的可怕 也可算得上是隆重之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